以秀 杰荣的好友 负责拉皮条 后来为好友救赎 杰荣为实现欧洲旅行梦 而出卖肉铁的少女 两个青春妻女孩 想要攒钱去欧洲旅游 但是心智并不成熟的她们 觉得当妓女来钱比较快 所以一个扮起了劳宝 一个扮演了妓女 要把攒钱妓女卖身 但是从故之间 有哪个爱上嫖客的妓女 有好下场的 大宅门里的二太太 蔡将军的小风仙 哪个不是都惨死的 所以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为了躲避扫红大队 还是挂掉了 实在是觉得可惜啊 可是这样就结束了吗 成立人会玩的太多了 宝宝杰荣为了死去的好友救赎 找到了杰荣以前的嫖客 不仅赔税还还钱 当完表资历排放 这样的好事情 怎么快哥就没有遇上过呢 不过还好快哥没有遇上过 之中骄傲包不住火 宝宝卖淫的事情 被做侦探的父亲 永迹知道了 他感觉到十分的愤怒和痛苦 但他却没有当面指责女儿 而是安安的跟踪他 他开始阻挠女儿的计划 并欧打恐吓内心和他发生关系的男人 以至于逼得一个男人跳楼自杀 一个男人被欧致死 父亲的反攻是很可怕的 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 宝跌跌撞撞的回家了 快捷奉献各位 年纪太小就不要上了 不仅容易死 还有罢 萨玛丽亚女孩是经济的指导 韩叶云 郭知敏等周演的电影 也需要找杰荣以前的嫖客 并且把钱还给他们 因为输了钱就是买卖行为 他以自己身体来捍卫这一行为的纯洁性 或者来说 是证明杰荣的纯洁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全满了